60年一个轮回 千年诅咒赤马红阳节 2026年难道即将发生大改变吗? 在南宋时期 有一本预言书 名为丙丁归剑 在书中有一个说法 每隔60年的丙武年和丁卫年 中华大帝就会出现大劫难 很多帝王或是甲崩或是亡国 就连百姓也免不了天灾人祸 也被称为赤马红阳节 如果真按书中所说的 那么下一个赤马红阳节即将到来 就在2026年 为什么丙丁归剑会有这样的预言? 往期的赤马红阳节又发生了什么呢?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赤马红阳节 赤马红阳节是每一个帝王 谈之色变的一个年份 古人认为赤马指的就是丙武年 红阳指的就是丁卫年 这两年不仅国家会发生变动 就连人民的生活也不会好过到哪里去 关于赤马节和红阳节 中国古代给出了两个解释 第一是赤马年是丙武年 而红阳年是丁卫年 在这两年之中多有灾火发生 为什么这样说呢? 在公元前195年 也就是丙武马年 刘邦驾崩儿旅后专权 公元646年也就是红阳年 武则天入后宫夺了大唐的江山 而这个说法的提出者 是北宋著名的天师张继先 出生于世代修道的家族 张继先作为家中的嫡系 在他九岁的时候 就成为了张家第三世代天师 据说他自幼就带有神通 曾经预言了靖康之乱 只不过当时的皇帝宋徽宗 并没有当一回事 然而真的在丙武年和丁卫年之间 发生了靖康之乱 在事故发生之前 他曾用麻骨沧海桑田的典故 来提醒宋徽宗不要迷恋权势 当时宋徽宗并没有理解其中含义 然而等到金兵围成那一刻 宋徽宗才明白 或许大宋江山已经岌岌可危了 但是他心中还抱有一丝侥幸 只要请回张继先就还有挽救的希望 但没想得到的是 当张继先赶到的杭州的时候 已经为时已晚 他写下一首绝笔诗之后便于试长辞 同时金兵也拿下了宋朝 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后来有人曾说 会不会因为张天使通过占卜 提前预知了宋朝的变故 因此才选择这样的方式离开 在这里需要知道的一点就是 在张家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中 张继先仅次于天祖张道陵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民间有了赤马弘扬节的传闻 并且他们将这一年称为是灾难年 赤马弘扬节究竟有多灵验 他又是怎么预言尽康支持的呢 不少的诗歌中都曾经提到赤马弘扬节 其中最著名就是丙丁归贱 他的作者是柴旺 柴旺从小就过目不忘 五岁的时候就可以出口成章 以神童著称 在公元1642年 柴旺34岁的时候 京城发生了日式现象 很多人认为即将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当时的掌权者宋李宗 要求百官做出自己的见解 于是柴旺身为朝廷命官 就编写了丙丁归贱一书 并上奏给皇帝 丙丁指的就是丙武年和丁卫年 硅就是硅甲的意思 古代很多人算命使用的就是硅甲 显旧是镜子 柴旺希望宋李宗可以以史为镜 书中柴旺总结了公元225年 到公元947年至1200年以来 在丙武定位年间发生的事件 在柴旺编著的书中 只要是丙武定位年间 都曾发生过厄运 而这也是及张天使之后 提出赤马弘扬节的第二人 其实柴旺是想结这本书 让皇帝可以居安思危 但是皇帝得知后龙颜大怒 认为柴旺是在妖言火中 最终将他经受一番牢狱之灾后 丢掉官尾回到故土 后来丙丁归贱流落到民间 这个时候大家才注意到 原来历史上丙丁年间 发生过这么多的厄运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刘邦去世后 礼后掌管朝政十余年 其实在古时候 人们通过历史的记载和命令来推算 在这种大背景之下 逐渐形成了一种意识 那就是只要是丙丁年间 天下总会发生一些事情 而刚好在中国千年历程中 这几年确实发生了很多厄运 因此古人认为 尤其是丁末年一定会发生大难 更是一个动乱的年份 除了在丙丁归贱中 所记载的事件之外 曾经在南宋时期汉林学士 红麦写的《荣摘随笔》中 也有写过这样一句话 或是巧合 丙武丁卫 他认为每到天干地之中的丙丁年 中国就会发生众多的变故 不管是内忧还是外患 总会有事情发生 并且丁末年的变故强过丙武年 这种灾难靠人们的能力是无法解决的 而是上天注定 丁卫年又是每六十年轮回一次的养年 因此又被称为养年节 当时这本书荣摘随笔 使公朝中大臣观看 因此并没有流入民间 所以知道的人也很少 为什么说是羊酒不好呢 蜀羊的人真的命不好吗 这一说法源于像人数 据说在唐朝的时候 有一位名叫张景藏的相侍 他可以通过看人的面相 来判断这个人的命运 和袁天刚的能力旗鼓相当 有一次他为一位官员的小妾看了面相 张景藏认为这位小妾眼白多 眼睛瞳孔小 眼球转一圈上下左右都有眼白 这是不吉利的面相 果不其然 这位小妾后来出轨被撞 也因此让张景藏名声大噪 受到了当时人们的追捧 其实在张景藏后面还有一句话 五福守宅 也就是说一个女人 如果相继嫁于五个男人 那么前四个的下场一定是死了 因此五福守宅又有了另外一个说法 那就是客夫 其中更加巧合的一点就是 项书中所说的四白眼相 描述的就像杨的眼睛一样 于是在民间有一种传说 杨经四白鼎孤霜 不过这种民间传闻没有任何科学根据 项书一说仍难以扶重 自古以来 古人施杨为德处 善群 好人 死亦 致力 善群指杨喜欢举群 好人指杨善良有脚弹不好斗 死亦指杨被宰杀时安静 视死如归 只离指杨之恩 杨高贵辱象征孝道 周一太挂中 以正月为太挂 三杨生育下 冬至春来阴霄阳长 在岁首用三杨开胎 欲试即将平安 民间改作三杨开胎 以年华减之等 描绘三只大杨祈祷国泰民安 至于赤马红杨节 更像是古人对自然规律的探索和研究 而不是预言 更多的是在总结经验 来告诫下一代人吸取教训 同样也是对统治者的一种警示 比起危言耸听的浩劫 我们更应该根据客观规律实事求是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了